希望的是绝杀而不是被绝杀 绝杀心里很开心 但是被绝杀真的心里很失落的 然后我们早场奥长奥长小王子 淡淡的一个那个我们对了 包括第二场二之一我们也对了 当然第三场我们被绝杀 第二场我们是绝杀了 目前就三场比赛有了结果 成绩还算是可以接受吧 三场比赛两个年龄我们没有问题 那之后我们来讲解一下 第一场比赛 一讲的乐纳亚对阵那个萨索罗 对这场比赛来说 乐纳亚无依无求 萨索罗这边需要保棄 这场比赛看着12分钟跟14分钟 然后第二场比赛一讲的 维罗纳对阵都宁 维罗纳如果说取胜能够提前保棄 而都宁呢状态也不太好 双方我觉得那个都宁面子会给 但是似乎会给三分呢 这个存疑的 这场比赛看着11分钟和22分钟 第三场比赛应贯的 西布罗维奇对阵南安普顿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南安普顿一直都是 西布罗维奇的一个 相当于股主了 相当于克星 西布罗维奇虽然主场比较有趣 但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我们看看2分钟和13分钟 我觉得南安普顿 还是有机会回到第一钞的 第四场比赛 西甲的马进对阵维哥上来谈 第四场比赛来说 马进既然是主场 我觉得马进的实力不容小觑 这场比赛来看看41分钟和51分钟 我觉得马进还是特别有机会的 之后一场土招的 文森特对着瓦文斯 对这场比赛来说 文森特是有机会的 但是呢 憨憑淋漓那不好讲 这场比赛我们看21分钟和10分钟 然后之后一场比赛 瑞扁超的 佐加顿斯对着阿尔夫斯堡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佐加顿斯虽然是一个主场主场 但是近期状态 其实有点不太理想 那么我觉得阿尔夫斯堡这边 有可能让大家眼前一两这场比赛 看看两分钟和12分钟 我觉得阿尔夫斯堡还是有机会的 然后接下来去找比赛 那个乌超的斯特朗姆斯特对阵围巾 斯特朗姆斯特目前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们基本上的比赛 全都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这场比赛又是主场主场 那么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这场比赛看看30分钟和31分钟 最后一场挪超的比赛 特朗姆斯对着奥德 特朗姆斯虽然在之前比奥德要厉害一点 但是近期奥德的一个成绩 大家也是不容小觑的 这场比赛有可能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这场比赛看4分钟和13分钟 之后一场英超的 就是最后一场英超的 曼联对着阿尔夫斯堡 阿尔夫斯堡如果这场比赛 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那么他们是有机会跟曼城这边 但是曼城跟曼联的一个关系 包括曼联跟阿尔夫斯堡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对这场比赛来说 曼联是个神经刀 越是他觉得没有希望的 而且在历史的一个交代中 曼联的成绩也算是比较不错的 这场比赛又是主任的单 那我现在看看 21分钟和31分钟 这就是今天的观赛指南 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运气吧 ciao 拜拜